日前由八一电影制片场,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场等单位合拍的青春励志喜剧片 足球之恋在北京举行开机仪式 当天著名体育解说员韩乔生也是到场为本次活动站台助阵 由于上个月在滑雪过程中与人相撞,导致韩乔生左小腿骨折 因此在活动现场,他也是坐轮椅出现在大家面前 既然是主持人出身,那韩乔生自然是不忘自己的老本行 主持双拐就上台为活动担任起了主持 而一向乐观豁达的他,刚一上台就和大家开起了玩笑 其实我是可以经济独立蹦上来的 因为我经常联系的跳很多台阶 但是我觉得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 特别提醒我们台里的非常漂亮的一位博士女主持人 今天能够在这儿我以这种特殊的身份 代表临时加入残联的朋友们一起共同参加 这样一个特殊意义的被实现中国少年足球梦想的电影的新发布会 也感觉到非常的有意义 当天既是作家又是导演的韩寒也是通过VCR 为即将开拍的电影《足球之恋》送上祝福 而本片的导演就是韩教生的儿子 这可真是印证了上阵父子冰这句老话 对于解说足球一向情有独钟的韩教生 谈起这部《足球之恋》时 也是深感拍摄这部影片意义重大 应该这是今后中国不光记录足球 也记录中国体育诸多影片当中 其中的一个算是一个小小的起步 同时在这之前我们也知道 包括像以前有像谢金老师早年拍的《女男五号》 随后还有像《海鸥》这样的片子 那么但我觉得就是在不同的题材 不同的历史背景下 应该有这种打成这种新的时代烙印的这种片子 励志的影片